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如果你没有在城区里面 应该可以经常看到很多的摩托车出行 但是在城区依旧会有很多摩托车 因为现在社会街上的小车越来越多 道路堵塞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开车出行 摩托车方便快捷 行驶速度并不比汽车慢 而且不会堵车 开起来还很刺激 所以一直以来摩托车数量高居不下 其实在城里都是不允许摩托车进入的 被逮到是会直接进行没收或者罚款的 因为城区交通复杂 摩托车快速横冲直撞 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 我们很少会去想到 摩托车需不需要证件这件事 首先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 驾驶摩托车和小汽车一样 都是需要驾驶证的 如果没有就属于无证驾驶 那么什么是无证驾驶呢 无证驾驶是指机动车驾驶人 在没有取得驾驶证 或者驾驶证准驾不服 和驾驶证过期没有患证 相对应的合法准驾证明的情况下 驾驶机动车 警察叔叔是可以直接处200至2000不党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直接是情况 进行15日以下的拘留 如果在无证驾驶的情况下 导致交通事故 根据情况严重 是会直接进行判刑的 最低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 情节严重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因逃逸导致人死亡的 除7年以上有期徒刑 还有不要以为有汽车驾照 就可以驾驶摩托车 汽车驾照是不能驾驶摩托车的 其判定是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合 这个处罚也很严重 摩托车就是机动车 没有驾照最好不开 一旦被发现后果很严重 轻则罚款重则 直接触犯刑事法律属于犯罪行为 所以在没有证的时候 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万一你就是最幸运的那个 遇见了警察叔叔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